先解決第一個 就是說在那個我們的這個地方 先判斷 我這邊是判斷全部的 但是你也可以分開判斷 什麼什麼意思呢 你也可以不這樣判斷 你可以講我只判斷一個 就是說我只判斷什麼姓名好了 假設我今天我希望一個一個 老師這個好像一次全部判斷 我沒辦法看到細節 你可以講我一個判斷 比如說A是姓名的話 那你可以先判斷一個 然後請輸入姓名 那做好之後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再貼到什麼貼到下面 他如果有姓名的話 那就往下一個下一個是什麼 買B 然後就是請輸入什麼 比如說他是姓名之後 他就是身高有沒有一個一個慢慢判的 不過程式會比較冗長 那就看各位的需求 不過這邊可以多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說他沒有輸入姓名的話 那我可以多一個就是說 我可以再把什麼呢 郵標 比如說同學會說 老師那如果姓名他沒有輸入的話 那我可以把滑鼠郵標自動幫他放在上面 他就知道說不然的話 他就知道說不然的話他姓名 可是他還要在郵標點一下 所以你要貼心的方法 你可以打一個賣A 點 郵標怎麼放上去呢 有個方法叫做set set開頭的有沒有 set focus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的就是說 如果他那個格子沒填 那你一定要最後貼心一點 幫他把郵標放在上面 讓他填 對不對 這樣更合理啊 更貼心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來執行 這個剛剛的這個錯 先把它停掉 再執行一下 然後如果這個沒填對不對 按確定 請輸入姓名 有不要放這裡 如果身高也是這樣 如果身高沒填 他一樣會把身高放 寫法就是買B點什麼 set focus OK 所以這幾個就是防呆的技巧 那等一下再講就是 如果他輸入的不是數字的話 有沒有辦法防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非數值的部分 我demo一下格 其實這個也非常簡單 這個做法跟剛剛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可能我今天輸入了 假設這個 都有輸入的 他當然都有輸入 可是他輸入一個什麼呢 輸入一個XX這個 當然一定是不OK的啦 他沒有按確定的話 他要出的 請輸入正確的數字 有沒有 當然我focus因為兩個啦 我focus在第一個好了 因為我兩個一起check好了 好 那這個地方怎麼去做 判斷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複製貼下來 其實他的結構差不多 那這邊上面我加一個註解 防止輸入非數字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身高在買b裡面對不對 那實際上我怎麼去check 用這個函數 叫做s 什麼呢 叫做lumberg 這個啦 那這個函數呢 它怎麼產生 其實如果你拼不太出來沒關係啦 我覺得有個簡單的方法 前一陣子好像才不知道看哪裡學到的 vba 打一個vba對不對 點 打一個is 其實vba 點下去喔 那個vba裡面所有的函數呢 通通會幫你列出來 這個感覺跟那個 在那個資料 就是在那個 我們isale裡面那個很像 那is 在那個isale裡面有很多is開頭的 意思意思說是不是的意思 是不是一個 一個什麼呢 其實isday就是判斷是不是日期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輸入 人家輸入日期 那你要判斷是不是 其中isday 那isamberg的這個 這個就判斷什麼 是不是一個 就是數字 然後呢 刮鬍之後的話 你給他打一個myb 對不對 然後點什麼 點test 那也就是說如果 它裡面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就會 就會告訴你說是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判斷 它不是數字 所以不是怎麼樣 就是你要不等於 不等於什麼呢 不等於true 因為它回來一定是true或false true的話就是是數字 不是的話就是false 那我們要去判斷什麼 它不是true 或者等於false 反正兩個判斷結果是一樣的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ok 不等於就這樣寫 一個小於一個大於 不等於true 或者是 所以或 或什麼 那另外這個是身高嘛 然後就是體重 體重也這樣 你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什麼